人气女星赵盈盈 业会盛世集团 赵盈盈登一女艺的身份 出演投资高五艺的胜利赏厅 幕后投资老板 疑似就是盛世集团 盛世股票连续八个赏厅 两年了 这个可恶的女人 到底去了哪里 我在她眼里 难道就这么一文不值吗 我还有什么没有了解到的吗 对了 兰林院 存放她妈妈骨灰的地方 于兰以前 每个月都要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应该是于兰 写给她母亲的信吧 妈妈 我又想你了 今天的新宫很漂亮 就像她漂亮的眼睛 今天 他们校篮球队又比赛了 得了冠军 又挺打球的时候 真的好帅呀 她就是我的男神 我的梦想 花痴 妈妈 你曾经说 我和她的名字好般配 清楚于蓝而胜于蓝 可我却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你说是否喜欢一个人就会变得自卑胆怯 可我就像一直喜欢她 永远都喜欢她 其实是我配不上的 我连喜欢你都不敢向你表白 又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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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上个月景城地震 我徒手把她从废墟里刨出来的时候 我的心都腾碎了 我好怕她会死 又挺 又挺你醒醒 可后来等我醒了 不知怎么就变成了是渔医救了她 回来后她就跟渔医在一起了 她如果不爱我 救她的人是不是我 又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的我好害怕看见她 我的心好痛 会痛得死掉的感觉 原来救我的人是渔兰 怎么会这样 妈妈 我想去找你 至少全天下的人都不爱我 而你肯定是爱我的 我这是怎么了 我的心怎么这么疼 原来心痛 是这种感觉 每一根细弱的汗帽都会变成钢针 咪咪妈妈 诈骗全身 原来你在这里 又听你告诉我 你和那个戏子赵明 到底是什么关系 是和你有关系吗 当初是你答应我 和于兰离婚就和我结婚的 于兰的女子你也配情 跟我们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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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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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余兰 我去 吓死我了 我以为大白天装见鬼了 我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没看见有客人吗 跟盛行打招呼 盛行 你好 大方方不会吗 盛行欠你钱了吗 你连余兰的打招呼都学不会吗 佑婷 你不能这样下去 余翼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余兰 你要是会放下了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醒醒吧 余兰已经死了 再这样下去你会劈死自己的 游婷 陪我去趟滨海吧 那边有个重要的项目 希望你帮我爸爸关 顺便我出去散散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 engineered 梦上千 沈又婷 你怎么就阴辉不散 兰兰 这不是做梦吧 真的是你吗 为什么要不辞而别 你知道我找人找的有多苦吗 单妖婷 你们已经离婚了 兰兰现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请你不要再来骚扰 你少钱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拐骗别人的妻子 你怎么好意思 你叫是我 我 我还没弄我 父母爸爸 今天就是要教训教训你 让你想想 当初是怎么伤害兰兰的 住手 你们俩打够了没有 幼婷 当初我只是没头没脑地爱过你 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当年爱你的那个人早已经死了 我不欠你什么的 我现在的心里只有我的气宝 我现在只想过安安静静的日子 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们 少钱我们走 我爱你 你以后再骚扰我 不说什么 不说什么 你以后还要睡 你的状态 你以后依旧 少千 你说她是不是都知道了 她会不会把七宝带走啊 兰兰 你放心 我不会再让她伤害你跟七宝的 少千 谢谢你对我们这么好 我跟七宝的命都是你救的 兰兰 我们之前不用说谢谢 别想太多了 只要你像现在这样 一直待在我的身边 我就很满足了 况且今天 你看七宝都冲出来准备保护了呢 真是火见鬼了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我说你就海边散个步 不再让死人复活 你还跟人干了一仗 看看 没想到 莫少千是想起这么大本事 当初知道我们在查玉兰 竟然她让新西兰的朋友 制造了这么一出假新闻 而他们压根就没有出国 不但给于兰换了身份 而且还生了一个叫七宝的孩子 今年都三岁了 好一个龙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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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见一面吧 你想干什么 我只要蓝团回到我身边 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你这种人简直是太可笑了 兰兰是人 不是你的玩具 你想扔就扔 想要就要 以前是我对不起兰兰 但是从今往后 我会加决和华丹 兰兰已经从你的阴影里走出来了 她和我在一起很幸福 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捎 小姐 你不要得意得太早 你做了那些事情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迟早 再来你还回来 兰兰 我有话跟你说 喜宝乖 我们回房间里去玩吧 妈妈 那是不是昨天要坏叔叔 喜宝 妈妈 他是不是来给我们道歉的 喜宝 兰兰 我没有什么想跟你聊的 我们都结束了 走吧 我没有什么事 先去玩就死不�를 我没什么事 你再先去玩吧 有什么事 你先去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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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玩吧 你先去玩吧 我先去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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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他现在用几笔钱的出处 已经往血黑线上面沾了 等待他的将会是下半辈子的牢狱之灾 沈又廷 我警告你 你不准多孟少先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是不是我不放过我 每个夜里都会梦见你 梦见你偷野不回地走了 梦见你跟别人结婚生子 梦见你突然在我怀里面死去 说你不放过我 好啊 那你回到我身边 就让你如果不放过我 我是不会回去的 我早已不爱你了 我看过你还不爱我 够了 需要我请收手吧 于然 如果你不跟我回去 我就让孟少先把牢狄做圈 身份 thread 腕力 一个水 一片 properties 一片 宇宙 超人 我带七宝走了 这几年谢谢你 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的母子 我不想因为我 给你的人生带来不幸 不要找我们 帅柔婷 你这个王八蛋 你又对蓝蓝做了什么 她为什么要带着七宝离开 孟小千 你又在玩什么把戏 谁又听我告诉你 如果蓝蓝和七宝有什么问题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拜托 这句话我应该原不能还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诶 你愣什么 快点把毯子拿过来啊 哦 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要我听你疯了吗 你把兰兰和齐宝藏哪儿的啊 我倒想问问 当初你从我身边带走于兰 还给我上演了一束炸死的戏码 出这账 我该不该让你算呢 当初是兰兰自己决定要离开 因为你们这种人 根本给不了他幸福 孟少谦 你真的以为你做的都是天衣无缝的吗 你在说什么 刚初是谁告诉老爷子 于兰不能生育的事情 你知道离婚证根本就不是我安排的对吧 你还让他以为 离婚 全都是我的主观态度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胡说 我也没有胡说 你心里最清楚 如果不是你告诉老爷子 于兰不能生育的事情 会发生这一切吗 可能就是你们盛家人自以为是 看不起兰兰 看不起 真的是那样的孟少谦 如果不是你故意失去被害的储存位置 于兰怎么会知道 又怎么会拿他去刺激预览 这也叫看不起吗 对我说中了吧 啊 谢谢你阿兰兽的苦 难道不是罪黑祸首吗 你晚上不会做噩梦吗 你口口声声说你爱他 你就是这么爱他的 是不是他知道这一切 你说他会不会恨死你 哎 如果你还有最后一点良知 放开他 我会好好爱他的 不是我不想惩罚你 这一切事情我不想让他知道 我不想让他再受一次痛苦 我希望他能永远记得你的好 走吧 你要记住 七宝是兰兰的命 我说过 我会好好爱他们的 七宝 我也会当成自己的孩子 你就不必担心了 来 七宝 看里面 七宝 看上面还有你的名字 七宝 喜不喜欢 喜欢 七宝 来 去吧 于兰 我们算是一起长大的 我比好多朋友都希望你过得好 真的 但你可怜可怜又婷 这几年 他过的日子真不是人能过的 我一个大男人都忍不住心疼他 昨晚你答应跟他回来以后 我可是被抓壮丁布置了一个通宵啊 于兰 我以朋友的角度说句公道话 又挺他真的变了 我知道了 坐了一天的车了 七宝也累了 我们该上去睡觉了 七宝 七宝 跟妈妈给你睡觉好不好 兄弟 我管他说了半天 你到底听进去了没有啊 就你这副哭丧脸 能让余兰原谅你吗 那你说我可怎么办 哎呦呦 你的金额可终于开了呢 哎我跟你说 兄弟我跟你说啊 那以前真的太差了 要去的鱼岚的云林里 陈亮 你要真心怼她们 第一 给她们多盖盖被子 对不对 第二 多关系关系起跑 带她出去玩 别死了 下一个人吃吃早饭 走一走干什么 真心付出的多了 她们就怎么会感受到 后来 我 我只是想给你们个老被子 请你出去 小小 小小 诶 蓝蓝姐 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你不要我就算了 你这叫我们可见经营的小店 你都不要了 哎呀 好了 好了 这不是回来了吗 诶 这哪儿的小菜店啊 我家吃老天啊姐姐我问你 妈妈吃老天啊姐姐我问你 对 起跑真聪明 急着给你拿好吃的 我们先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老天姐 你想跟我哥哥打算怎么办呀 小小 你是知道的 我这些年虽然跟你哥在一起 但我们还是像兄妹一样去相处的 我是真的不想耽误她了 我觉得她应该有她应该有的幸福才对 蓝蓝姐 我懂你 我哥他呀 就是个痴情种 小小 所以我想办妥你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可以劝劝她 我怕我突然离开 她会很难过的 蓝蓝姐 放心吧 我也照顾好她的 谢谢你啊 小小 小姐 哎哟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嗯 这是你和先生孩子 哦 这 长得跟你小的时候 简直一模一样 林伯 这是我和阿兰的孩子 哦 哦 对 我们带她回来看看母亲 哦 好好好好 好久没回来了 是的 呃 你们先去上香去吧 一会儿再说 好 走 七宝 妈 妈 我把七宝给您带回来了 妈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一定会用生命守护蓝蓝蓝 蓝蓝 对不起 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看了你的心 后期的就让它过去吧 别动了 别动了 就把我留在这儿陪妈吧 哎 余小姐 翻车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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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余小姐 翻车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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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于兰她母亲留给于兰的 林德伦 我念及旧情三番两次的辱人 于兰本来就是我们于家的人 我们于家的事情 还轮不到一个外人的插手 今天这个房子 无论如何我都要租出去 这个房子 现在已经回到盛天的名家 他专门说过不能让牛 老先生 您听我说 虽然这个房子已经是冻结资产 但是还没有过户 它仍属于于于伯年先生的 夫妻共有资产 于兰小姐作为于伯年先生的 直系亲属 是有权力对该房屋进行使用的 我看见谁敢动 于兰 你怎么没死啊 怎么 你就这么盼着我死 那你现在看到我 是不是特别失望啊 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 趁我还没有生气 离开这里 这位先生 于小姐是有对这个房屋的使用权的 闭嘴 蓝力院早就被我买了 他们哪来的使用权 我警告你 现在请马上离开我的私人住宅 不想让我对你们不客气 又挺勾勾 我实在是不想和我爸妈的出租屋了 你能不能让我搬回来啊 你们一家做这些混账事 现在有地方住已经是我最大的底线了 最后你们还不离开 这个城市都将在没有你们的如生之地 我走错了 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却猜个脑到哪儿了 成这样了 不说算了吧兄弟 放弃 我三年了我都没有放弃 好不容易老天眷顾把他找回来了 你让我放弃 好好好 我给你加油 我要回去了 你买快喝吧 不是吧兄弟 好 我送你 孟主任办公室在哪儿 往前走 左拐 前进 没这么来 孟主任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你这当医生的救死不上不得救到底啊 你什么意思 你可真有意思 当初是你让我去刺激了于兰 也是你让我告诉盛老爷子 于兰不孕的事情 怎么 转眼就忘了吗 剩下三年的时间 你又把人给带回来了 我就想问问你 什么意思 可能就是天意吧 谁能想到把他带到这么远的地方 还能让孟主听说 好 那我再问你 照片上的这孩子 谁呢 他还又问 他 当然是我和于兰 于兰还真是个贱人啊 都已经和你生孩子了 还回来勾待又生 于兰 你闭嘴 对 如果你没事的话 就可以出去 还有很多事情啊 你儿子都要管别人叫爸爸了 你还有心思工作呀 你给我出去 你将孩子在别人家爸爸长爸爸短子 你心里不难受吗 我要是你啊 我就去把孩子和月亮给抢回来 让又婷永远也找不到 于你知道吗 这三年来我一直在后悔当时 为什么要慌你和他们一起婚 别再像简线卓妍的计量好吗 我们已经试过了 三年了 三年了我们都没有把他们拆散了 你注定不会成功 我本来就要成功了 是于兰回来又打破了我的计划 只要于兰存在 又想还是会回到我身边的 不是 疯了 疯了 出去 给我出去 快出去 不是 你说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弄回来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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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蓝 你最近好吗 挺好的 晚上你有时间吗 我们见一面 后天就是七宝的生日了 我想忘记吧 再过一个开心的生日 好 怎么了 有没有烫的 咖啡好喝吗 其实还挺好喝的 那让我也尝尝 干什么 我觉得糖放太多了 会得糖尿病的 对了 你们在聊什么 后天就是七宝的生日 邵千约我商量一下怎么过生日 七宝生日 我怎么不知道 另外 凭什么跟她一起过 七宝出生以来 每个几家日都是我和于兰陪她过的 如果你忍心让七宝难过失望 你大可以蛮横的不让我见她 那没别的事我们就走了 麻烦孟少买个单 哎 每个人关心你 呵护你 其他人都不可以 尤其是他蒙筱钱 知道了 我分析再三啊 我觉得花车舰和七宝官商量的事情 不能阻止 烈你也怕他 连你捏伤了他 不是不是走走走 我分析再三啊 我觉得花车舰和七宝官商量的事情 你看啊 莫少千是七宝的亲爸对吧 如果将来七宝 知道了你不让他的亲爸见面 他会怎么想 他会不会恨你 如果七宝恨你 你跟于兰的关系好得了才怪 那就这样子 在莫少千给于兰给七宝过生日 那我算什么 灯泡吗 你也可以给七宝过生日 对不对 让七宝感受下来自圣爸爸的父爱 你看啊 七宝才三岁 你跟他相处时间还长着呢 唉 如果你比他亲爸还疼他 他以后肯定认你啊 对不对 七宝 七宝 生爸爸祝你提前明天生快乐 谢谢生爸爸 明天玩得开心哦 嗯 来 找你看 Um 是 隐蔭 赞 七宝 那你今天好好玩哦 玩累了 生爸爸就来接你 生爸爸你不要走 和我们一起玩吧 好 生爸爸陪你玩 生爸爸 生爸爸 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保持日快乐 转弃 船字幕组 吴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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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Pure 今天是七宝三醉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我没想到它这么喜欢你 那你呢 你还喜欢我吗 七宝醒了 我去看看七宝 老爷子 这人找回来还带着孩子 爷爷这个说来有点话长 我找个时间带鱼来去跟您解释 算了等你们来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明天我清宿就行 看看女人 我可以回来 什么 不欢迎我这老头去啊 没有的事 当然关系 圣妍妍 您说这孩子都三岁了 怎么可能是又婷的 要么就是于兰和孟少迁的 要么就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 我的意思是说 又婷这么善良 别被于兰的苦肉记给骗了 盛家 家大业大 将来又是让别人的孩子继承了家产 那不是闹了天大的笑话 等到那时候爷爷您再后悔 那就来不及了 好 我知道了 一一 先回去吧 好的爷爷 那您保重身体 一一就先回去了 于兰 看这副谁还能留你 没事的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不管爷爷什么态度 我都不会再让你离开我 该不该把事情告诉又婷 我都不会再让你离开我 我都不会再让你离开我 太阳会不会喜欢七宝 当然啦 七宝这么可爱是不是啊 肯定会喜欢你的啊 七宝 七宝 叫他爷爷 太爷爷好 爷爷 这是七宝 宜兰的孩子 也是我孙女庭的儿子 七宝 过来 给太爷爷好好看看 妈 妈 你带着什么 走 你留在那儿 进屋去 太爷爷下来玩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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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先跟我玩一会儿 咱们一会儿就叫他下来玩好不好 哎呀 养了 咱们给你吃 毕业 您知道吗 其实当年于兰 他根本就没有流产 他都是个障眼法 骗人的 主要是因为 当年我对他实在是太差了 他才用这样的方式离开的 啊 苍天有眼 我把他找回来了 他现在回来了 还把你那小胖曾孙 也一起给你带回来了 这小胖子 现在学着磁火 都不脸红了 妈咱们回来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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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周末 我们带于来 来气饱 回家吃饭 咦咦咦咦咦咦咦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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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走了 这是七宝那孩子的头发 拿去做个应哀见底 今天这又婷 沉睡和我胡扯 他以为他能瞒得了我 但是老爷 你没看出来吗 七宝和又婷小时候长得可太像了 抽搐 同时长了 唷 爷爷 美丽 我们来啦 我们来了 乩 要不 你的买 呱 想太爱了吗 想啊 一夜 这是你回事 傻了孩子 一夜都给你搞清楚了 原来呢 当年确实意外流产了一个 是孟肖千把他的权力绑住了另外一个 就是现在的七宝 你说的是真的吗 七宝真是我的孩子 我生又天何德何能 可以得到这样的恩赐 从今日起我发誓 我将用我全部的生命和爱 去守护蓝蓝和七宝 谢谢你 晓晓 客气啥啊 兰总 你别忘了 你瞧这家小店的老板 妈妈我可不可以出去玩 你去吧 妈妈在这里看着你 少千哥最近怎么样啊 唉 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他们医院之前就有个去英国进修的任务 一去就是三年 他本来之前还一直犹豫 前几天就突然决定走了 林总还拜托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少千哥没有什么对不起我 反倒是我欠他的太多 你知道我哥心里一直放不下你 但就希望你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相信离开是他最好的选择 希望他也能找到幸福吧 蓝宝贝очка 转弹 朝日轮 许王 你不想成功 让你 prefer什么 而是随心的 我是他 我的歌手 都不知道 我做了 这小子 我根本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要你把七宝还给我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现在马上回家 收拾好你的东西 我会给你发地址 我等你 喂 又婷哥 是七宝被羽翼绑架了 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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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东西 别哄了 醒醒没有 就应该跟你们干什么嘛一样 跟我去 走 你们就不应该我回去了 七宝 七宝 来来 来 有我在 你别怕 是现在在哪儿 在那边 你能不能不能哭了 你别哭了 今天没有 你不要哭了 七宝 七宝 走 走 你个余兰 你竟然还敢把佑婷带过来 余依 放开七宝 你再敢伤害七宝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余依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错了 我不该回到这个城市 我可不应该回到佑婷的身边 我求求你放了七宝 我向你保证 我向你保证 我会带着七宝离开的 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会永远消失 我求求不可能再回来了 我求求你相信我放了七宝 我不想到大午最可怨 我恨你 凭什么在学校受别人的都是你 就连我喜欢的人也喜欢你 我到底哪里比你差 我到底哪里比你差 你开火了 你们三个佑婷就不当心了 听见没有 我已经要和佑婷在一起了 佑婷都已经往后到现在发展了 结果你为了 佑婷 还带来个干死孩子 我不信借用的佑婷 就都被你降走了 佑婷 是我对不起你 来 来来 没有 不想到我 你没有什么信心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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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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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 talked 兰兰,今天有个胆小,自私,懦弱,愚蠢的男人 想对你说,他很爱很爱你 就算往后的日子,你拒绝他一千次,一万次,万万次 他都坚定地爱着你 幼稚 兰兰,你知道吗 自从你离开以后 我才意识到,你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我知道,我之前做错了很多事 我也不敢奢求你能原谅我 我只希望你能,你能让我用一生来向你赎罪 这位戒指,本来就是你的 我想让它,重新回来的手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